我們第三章呼吸與排泄 我們現在進入到第二題 要講的是排泄作用 那一開始先跟大家介紹 什麼叫做排泄 排泄的定義是指 你的代謝過程當中 產生了一些過多物質 包含能量 我把它排泄 把它排到體外 來維持你的恆定 所以可以維持你身體裡面的 內環境的滲透壓啦 電解質濃度啦 酸鹼值等等的這些恆定 好那我這邊所寫的廢物 並不是好的用詞 其實我們生物學 不會用廢物來描入它們 我們會叫它排泄物 因為這些物質並不是壞的 並不是不好的 並不是有毒的 而是它過多會造成 那個恆定上的異常 像我們今天會提到 你排泄的對象包含水耶 水是被物喔 因為沒有水你會死耶 所以過多的水排掉 那這時候的水叫做排泄物 好所以這些物質呢 都需要的 只是過多要排掉 過少就要累積 好這是我們要排泄的一個現象 那排泄的對象是 我們因為單些過程 而產生的過多物質 或能量 好再講一次 排泄的對象 是指你排出了 你因為代泄過程 而產生過多的物質與能量 把它排出體外 維持內環境的恆定 那如果今天這個物質呢 從頭到尾都不是你身上 代泄出來的物質 那你就不能叫它排泄 只能叫它排泄 好那我們之前有舉些例子 像你的食物 大便為什麼被歸類在排泄呢 因為這些食物殘渣 從你入口的食物開始 它在口腔內 在食道 在胃 在小腔跟大腔腔裡 都在你的體外 你細胞沒有吸收過它 沒有吸收過它 怎麼會對它進行代謝呢 好這個從頭到尾都不是你細胞的一部分 這些物質 從你的消化道內 丟到消化道外 這個過程只能叫排泄 好我舉個例子 像我現在手上哪一支筆 筆 原子筆 我用手握著它 握了三天 然後把它丟到桌上 我再排泄 這不是一樣的動作嗎 你把食物放在嘴巴 消化到你 你的身體的內空間把它hold住 哪一天把它丟出體外了 就像我的手握著這支筆握了三天 有一天我覺得差不多了 把它丟出去 這支筆從頭到尾都不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我只把它從 我握著它到我不握著它 這個過程叫排泄 你的大片也是如此啊 好就往下看 那我們常見的人體的排泄物 排泄物是什麼呢 我們這邊遇到一些 像你做有氧呼吸或無氧呼吸 可能會產生二氧化碳跟水 好它過多了要排掉 那我們的血紅素在肝臟分解後 會形成膽色素 膽色素進入到膽質 形成大片的顏色 好接下來呢 我們的蛋白質分解 會形成蛋白質含氨基 氨基脫掉會形成氨 氨再轉變成尿素 尿素來了 那核酸也有含氮啊 它的代謝過程會產生尿酸 好了 所以人體最常看到的排泄物有 二氧化碳水 膽色素 尿素跟尿酸 還有包含體熱 過多的體熱要散熱嘛 好那其中二氧化碳 靠肺呼吸排掉 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泄 我們在呼吸系統講過 就是外呼吸 那水咧 可能是呼吸過程 噗出的水蒸氣 或是你的皮膚流的汗 或是你消耗到粽便中的水 或是你腎臟起成的尿 就排出去了啦 好那膽色素呢 是透過你的粽便 粽便中的那個膽色素的顏色 所以我要強調一下 粽便不是只有排泥 它也有排泄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膽色素 它是排泄哦 它是把你身上的 那个血红素 转变而成膽色素而排掉的 好那尿素咧 尿素跟尿酸是今天的主角 尿素主要是靠流汗 跟排尿排出去的 但是尿酸主要是排尿 好这边为什么出现这个差别 刚好我们下一个准备会提到 尿酸很难融于水 你的汗体积没那么大 它很难融解尿酸 尿酸几乎都是结晶 要大量的水才能融 可是尿素比较可以融于水 所以你的汗可以融解尿素排泄 因此尿酸主要是靠大量的尿 尿素就可以靠体积比较小的汗来排泄 这是我们排泄的对象 以及什么叫排泄 那这是排泄的目的 所以我们排泄的水才能超ieve泄 楼 不